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VVT在公屏给我一个反馈,谢谢 哈喽哈喽,大家晚上好 好,没有问题啊,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正式的课程了 那咱们今天呢,已经是复习课的第七节课了 总共应该是十一节课了 就已经快是接近这个结尾的部分了 然后呢,还是再复习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学会这单词,同学们掌握的怎么样 来,首先第一单词,smother,smother,smama 大家想的是武则天,为了上位不惜闷死了 使自己的这个孩子,刚刚出生的这个小语儿,怎么样呢 窒息而死,对不对 所以说他表示的是窒息,无死 第二单词,obscane,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这个画面太大眼睛了 所以说obscane,它指的是学生词 下流的,隐当的 第三个是censorship 想一想,sensor指的是有感觉的人 有感觉的人做了这个审查官,对不对 检查员,所以说 加上shyp表示制度连在审查制度 好,第一次单词,slaughter 你看,死人了,还在那,love,笑呢 都死人了,还在那笑呢 slaughter指的是,嗯,打屠杀 好,第一个单词,executive executive,我们打想是CEO这单词,对不对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嗯,没错,形容词表示的是执行的啊,执行的 那如果是动词呢,execute 动词如果是execute什么意思 诶,没错,动词表示的是执行 执行什么呢,死刑啊,所以说它有除死的意思 除死,执行,两个意思 execute 好,第六个单词叫做presentment presentment,sense,感觉 pree,之前,之前我就有感觉了 是不是啊,你可能外面有狗了 presentment,我之前就有感觉 你外面有狗了,哎,没错 这单词表示是预感啊,预感 第七个单词,ergy 大家想的是organ,器官,以及orgasm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的那单词吗 对不对,我说我这个partner 居然应变的时候,把这个organism 说成了orgasm 那么orgasm指的是 x高潮,对不对 所以说org,它跟g有相关好的表达是 放荡,放荡的意思,引荡的意思 great,一般词strangle strangle,用什么去strangle呢 stringstrangle stringstrangle,用绳子去把它 哎,没错,勒死,对不对 用绳子去勒死,strangle 好,叫一下slay 说哦,它真的slay全场 slay全场 死了死了 哎,它有杀死的意思,没错 哦,说都真的杀到我了,是不是 那说,怎么样呢 惊艳到你秒杀全场,对不对 slay还有这样的用法 对,好,就是单词 consensus consensus sill in together sans 感觉 as我们 我们有着相同的感觉 证明我们达成了一致 非常好啊 achieve consensus reach consensus 一致共识 great 好,再来一组啊 再来一组 第一个单词 eloquent eloquent look 我们想的是 speak dialogue monologue 对不对 它比较说的意思 那意义呢 比较向外 向外说 就比如说大家在讨论 刚才我看那个 这个监视大家 窥评的时候 看你们说这个七八说 对不对 那么每个便手 他们都选 eloquent 哎,没错 他们非常的 巴拉巴拉能说 对不对 它比较雄便的 有口才的 叫做 eloquent 嗯,好 那么下面 scald scald 说你 那什么我的时候 我内心非常的cold 哎,没错 表示的是指责 指骂 得骂的意思 尤其指的是 上级对下级 长辈对晚辈的 这样一个指责 斥责 scald 好,第三次 ponder ponder 我要仔细思考一下 对不对 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呢 怎么就成为了 这个花卑女孩了呢 对不对 ponder 我怎么胖的 胖的 我怎么胖的 哎,没错 它表示的是 思考 沉思 思考 沉思 好 第一次是 appendix appendix 那我们说 pend 表示的是 hen 悬挂 对吗 ap 双写 这个手字母 表示加强用法 那么加强悬挂 就挂在我下边 想一想 哎,没错 你看 比如说文件 你加强挂在我后边呢 就是我的腹路 那比如说 你看我的肠子 本来没有蓝尾 要好好的 对不对 你非要死戚败烈 挂在我下边 有的时候呢 迫不得已 还要来一刀 它指的是 我们身体上 一个部位 它叫蓝尾 appendix 好,第一次 conspire 那么说 spir这个词根呢 表示的是 breathe 呼吸 那么共呼吸 breathe together 我们说叫 串通仪器 沆泻仪器 那么这一单词 表示的是 串通密谋 串通密谋 conspire 好,第二次 frugal frugal 说我早上吃点俘虏 就够了 早上吃点俘虏 当早餐就够了 frugal 表示的是 节约的 economical 对不对 节约的 节线的 好,第七单词 nagardly 我给大家讲 我这个黑人吃饭 非常节约的 一顿饭呢 才一两块钱 一天只吃两顿饭 所以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呢 叫小气的吝啬 对不对 小气的吝啬 nagardly 好,第八单词 pensive pensive 那么说 pense pense 就是跟 它有这个 pang的 重的意思 那所以说 在这个单词上 有去就是 重的意思 pensive 表示是 沉思的 沉重的 沉思的 深思的 好,第九单词 colloquial colloquial lock 还是说 怎么说呢 一起说 大家一起说的 就是我们的 非常好 形成词 口语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能说的 就是aural colloquial 口语的 好,最后一单词 pense pr pr 比较持续 对不对 你运动的时候 你的这个毛孔 怎么呢 持续的会 出汗流汗 没错 pense pense 比较出汗的意思 好,没有问题 那么以上两组 就是在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一些重点单词 我们要来复习一下 那么接下来 进入到今天的 咱们的单词的复习当中了 那首先呢 先跟老师来一组 连连看 单词跟图片的连接 来 首先 第一个单词 free each free each 1234 哪张图片 free each 它有边缘的意思 你看这个女孩 坐在了悬崖的边缘 连的应该是四号图片 好 第二个单词 bereave 加强掠夺 加强掠夺 失去了孩子的妈妈 bereave the mother 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亲人的妈妈 连的是一号图片 好 第三个单词 enchanted 没错 就是那种非常开心 欣喜 然后呢 那种愉快的状态 对不对 连的应该是二号图片 那么最后一个单词 facetious facetious 对不对 facetious 吸皮笑脸的 对不对 笑牙 八颗打完牙的 露出来了 脸应该是三号图片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大家的脸对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些单词 帮大家回顾一下 这几个单词的用法 那首先 第一个单词 fringe fringe 边缘 那么你看 这单词除了边缘以外呢 还有刘海的用法 它是一个英式表 刘海的用法 美式刘海呢 叫做ban 美式的刘海 就是那个ban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不在美国 用这单词的话 它就是一个骂人的话 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 使用这单词 在美式英语当中 ban它就是有刘海的意思 但是在其他的这个 比如英式英语当中 就是骂人的话 不太好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fringe表示刘海 你看刘海 这就是头发的边缘 头发的边缘部分 就是我的刘海 比如说你看 奥雷赫本 就是一个 这个非常典型 这个小刘海 就是它 更古不便的 那个经典的造型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单词造句子 说 my fringe needs trimming my fringe needs trimming 同学们跟老师翻译一下 这句子是什么意思 trim 这单词是什么意思 没错 这是谁啊 小远同学翻译特别好 就是我的刘海 需要去修剪了 同学们 这个单词 trim 它作为一个形容词的话 就指的是这个男生 他非常的利索 精简 大家能理解吗 女孩子呢 其实 那可能不见得有多好看 但是你要夸他有气质 他还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也气质非常在线的 难道觉得你不见得有多帅 但是最起码你要整洁 你要干练 精练的感觉 那么夸男生最好的一个单词 我认为 就是trim这单词 就是精简 修剪的非常的规整的样子 那么作为动词的话 它就是修剪的意思 你看怎么去进 他可以通过这个trim去注进 树木需要修剪 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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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去注进 我的六号需要修剪 my fringe needs trimming 好 那么同一词有谁呢 你看都是这个 枝枝枝 枝结尾的 一个是edge 一个是verge 那么 大部分的介绍呢 全部都是小字on 不管是用哪个单词 在什么什么的边缘 我们大部分都是on 这个介绍 on the fringe of on the edge of on the verge of something 在什么什么东西的边缘 ok 好 对 短小惊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除了这个frame 可以 edge verge 这个支支支 结尾的这三个单词 给表边缘 除此之外 还有哪个单词呢 就是我们的rim这单词 那么这单词 它来自于哪个单词呢 其实它来自rim 戒指的一个单词 再来看一下 戒指是不是圆圈 圆环形状 所以说这个rim 它指边缘的话呢 它多指的是 圆形物体的边缘 比如说车胎 或者是马葫芦盖 对不对 那个边缘叫做rim 圆形物体的边缘 大家想去介绍rim 这单词 那么brim brim都是边缘 这个brim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容器的边缘 比如说两个杯子 碰撞 酒要洒出来了 那么这个边缘叫brim 叫brim 那么造句子说 two wine glasses filled to the brim 是不是两个酒杯 这个装的酒 快要溢出来了 快要洒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brim 指的是容器的边缘 除此之外 它可以衍生出这种 就是一马儿的感觉 中马儿的感觉 你看说 she was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happiness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感觉 哦 它太开心了 这种开心感觉 马上就要洋腻出来了 所以说 这里呢 还可以有这样的 一个延伸的用法 brim with something 某个东西 马上就溢出边缘 能理解朋友们 没错 overflow effuse 都是它的同一替换 溢出来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边缘 它指的是这种 悬崖的边缘 cliffe 悬崖峭壁的边缘 它叫做brink 怎么去记呢 通过brick就记 你看中间 这就是断壁 或者峭壁 形成的一个过程 brink brick brick brink 它指的是 峭壁悬崖的边缘 所以就感觉特别悬 对不对 你看咱们造句子说 the company is on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这个公司怎么样呢 在我们扩产的边缘 非常very very dangerous 非常危险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brick 指的是break 这种非常危险东西的边缘 OK 跟上了吗 好 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组 表达边缘单词 复习完了之后呢 咱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brief 这单词叫brief 表达 就是史丧失 那么这单词呢 要讲一下它的词根 就是中间的这个 RAV 或者写上RAP 都可以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那个小词 大家认识应该是 RAV 强奸掠夺 对吗 所以说 这个词根 RAP 跟这个RAP 它表示的就是 剥夺抢夺掠夺掠夺的意思 那你看 B1放到前面东西吗 B1作为这个前缀的话 它表示加强 加强的用法 就是加强去抢夺你 掠夺你 所以说它表示是史丧失 你看把它抢走 你就丢了吗 你就没了 你就丧失了 是不是 BREAVE 表示丧失 那你要重点记得什么呢 它代表达词是 这个叫词 这个是他的考点 BREAVE SOMBODY OF SOMETHING 剥夺某人某物 那么它的用法 是不是就特别像 我们的这个 DEPRIVE 这一单词是不是也有 剥夺的意思 是不是也有史丧失的意思 对吗 所以说 我们的DEPRIVE 大概的解词呢 也是小词 BREAVE 剥夺某人某物 DEPRIVE BREAVE SOMBODY OF SOMETHING 大家可以把同一题 换记在下边 那我们来造个句子说 Nothing can breathe us of such sweet memories 没有人可以剥夺 咱们这种美好的 甜蜜的记忆 嗯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RAV跟RAP 剥夺这样的一个词 根的意思之后呢 我们再来拓展几个 腾腾词 比如说下一个 Ravish Ravish 你看是不是还是剥夺你 然后呢 ISH 动词这样的后续 剥夺 石效魂强奸 你想一想 这个 抢夺的意思 应该不难理解 抢夺 就是词根的意思 那如果说 你要是爱豆 你的爱豆 你喜欢的那个男生 就是你要是喜欢 那个男生 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你 你是不是这种感觉 不是很痛苦的 你是石效魂的 对吗 你这样就记 三个单词 本来他的词跟RAV RAP 他就有抢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 你被你的爱豆 你喜欢的人 那个什么了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嗯 石效魂 懂了吧 那句子说 The Burberry soldiers ravish the country women The Burberry soldiers ravish the country women 那么 没懂 不懂 上次我给根哥 讲根哥都一下懂了呢 你们怎么不懂呢 就记住销魂了 什么了 什么了 不理解 你们太坏了 我再问一下 这人怎么有认识的 哎呀 我的天哪 你们这帮小孩啊 真的是 但是 这单词什么意思 那东西 我告诉我 是Burberries 哎 没错 他表示野蛮的 给大家讲一下 这单词特别有意思 那怎么来的呢 OUS是一个形容词的词位 Burber 啊 Burber 你看东北人 是不是有的时候说话 那Burber啥呢 听不懂 有这样的说法吧 对吧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就是在古代 那个雅典城邦 他们认为除了这个公民以外 剩下的那些奴隶啊 他们就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野人 野蛮的人 他们说话就是Burber 你看Burber啥呢 听不懂 所以说Burber之后 加了OUS Burberries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就是野蛮人 野蛮人的 能理解吧 所以说你看 是不是那些野蛮的士兵 然后呢 嗯 那什么啊 抢夺了 或者是强奸了 这个城 江村里面的 妇女 是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老了 那个时候啊 在山东 他年轻的时候说 这个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啊 然后呢 就个漂亮的小姑娘 就把头发剪掉 因为日本人特别特别喜欢 花姑娘的头发啊 就摸 然后剪掉 然后脸上抹灰 藏到那个什么 胶里面呢 或者是一些 什么锅里面啊 就是为了避免 他们的 ravish ok 对 强奸民女 这个翻译的特别好 强奸民女 好 是谁啊 嗯 你看吧 怎么翻译 怎么通顺 让这个语境合适 make sense 它就是一个正确的翻译 好 那么下一单词呢 叫做rapacious rapacious 它表示的是贪婪的 贪婪的 那么这单词呢 你看 高小师 这个ous acous us这个 其容词的后缀 它是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many many 对不对 你看 还是抢 抢怎么样 抢了很多的 你抢了很多 抢钱抢了很多 你就是贪婪的 贪婪的 rapacious 好 下一单词 rap 它指的是那个 抢夺你的注意力 rap your attention ok rap your attention 就是全身心的 投入进去 然后全身贯注的 入门词 那么enrapture 还是加强去抢 加强去抢 对你这样的注意力 让你开心 让你狂喜 enrapture 好 没错啊 等于那个grade 好 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enchant enchant 这一单词词根叫做 can't 或者chant 特别是sing 唱歌的意思 同学们哈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 就是让你心碎的 心醉的 然后那个 就是特别着迷的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耳边会想起一些歌曲 有这样的情况吗 不会 你为什么这样 踩眼的拒绝了我 太少了 遇到真爱的 就是我忘了是在你个歌里听到的 还是谁在文学作品当中那种写法 说就是见到你的时候 就是感觉 就耳边会想起那些 就是很美妙的歌曲 想起单身情歌 可惜不是你哈 或者是在美美这首 当然大家说 美美 对没错 美美有首歌 就叫做 Enchanted 那这首歌里有个歌词 就是 I will add your name until I see you again 我耳边一直会想起 回答你的这个名字 直到我下次见到你为止 对不对 就像是在你耳边唱歌一样 让你心碎 sorry不是心碎 让你心碎 让你着迷 Enchant 那么这单词呢 加上ing之后 就变成一个令你怎么样的 令你感到喜悦的 令你感到迷人的 令你感到妩媚的 一定呢 就是你本身怎么样的 像中了魔法一样的 着了魔的 欣喜的 极乐的 然后呢 狂热的 好 然后呢 这一单词啊 那个 美美是首歌 还美美是首歌 大家听过吗 它这首歌叫Enchanted 就是见到你之后 我就像中了魔法一般的 这首歌的来源是这样的 就美美不是 交一个男朋友就要写一首歌吗 交一个男朋友 分手我这首歌 然后纪念一下 这个人呢 他写给的是谁呢 他写给的是美国独立音乐人 叫做LCT 嗯 LCT 他俩并没有真实在一起 就没没见到他之后 哎 发现英雄之间 惺惺相惜啊 就感觉 遇到一个 千载难逢的知己 就写了一首歌 就是我见到你 那一刹那呢 就像中了魔法一般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表达的 爱意的一个句子啊 嗯 对 然后呢 不瞒大家说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初恋 然后送给我的一首歌 对吧 就是他 我第一次接受这首歌 是我的初恋给我听的 当时我就觉得 哇 这个歌词写得太美好 Enchanted 见到你像中了魔法一般 你看一般来说 咱们会说 I'm very glad to meet you 或者I'm very 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很开心 但是如果说 你把那个nice 或者是glide 换成Enchanted 你就会觉得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见到你就像耳边 想起了音音味一样 着迷的灯 说出你的故事啊 然后给大家来唱一下这首歌吧 这首歌特别好听 很多同学因为 老是唱过这首歌呢 然后买了那个 网易云的 那个黑胶会员是吧 像学本 我们来唱一下 高潮部分 它的这个高潮的副歌部分 说 This night is sparkling Don't you let it go I'm wonderstruck Blushing out the way home I'll spend forever Wondering if you knew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对吧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回去之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完整版 就是见到你之后 像入米一样 你可以送给你喜欢的男同学或女同学啊 是不是非常好的表白的情歌 一眼都不俗气 非常的小清新 好 同学们 咱们现在啊 你要记住 咱们不是学了这单词吗 Enchanted 它就是咱们什么的呢 它们就是咱跟昆光老师之间的 Can't 我们的黑话 我们的行话 咱们的街头暗号 从此之后啊 只要你说出Enchanted 我就知道你上过昆光老师课的昆仔 我就知道咱们是万词相见过的 这就是咱们的Can't 行话 它也是一种歌 对不对 它就是一首歌 它就是我们的行话 黑话 叫做Can't 好 下到下呢 Chant 还表示的也是唱 它表示是这种吟唱 吟诵 那么非常有幸啊 当时我去那个布拉格旅行的时候 然后在凹巧不巧 撞到了一个六点钟 然后它的整个教堂 进行尼撒的那样的一个现场 哎呀 太震撼了 就是那个唱诗班啊 还有那个就是大主教 披着那个大白袍 然后拿着那种小白灯 然后呢 在那个整个的教堂当中 那教堂超级大 然后走了一圈 然后唱歌 那个所有那个教徒 他们全都会唱一首 那个圣歌啊 他们干嘛呢 他们在吟诵 叫Chant 也是这种唱歌的行为 好 对没错啊 那最后有下一个叫 Incantation Incantation 表示咒语 你看是不是还是加强去唱 加强去唱 就像英文当中有咒诈 叫Abracadabra Abracadabra 对不对 慢慢来哄 变成猪 这就是咒语啊 咒语 那念念有词呢 就是去默念这个咒语 叫做Mutter Incantation Mutter Incantation OK 好 那么再往下看啊 还是跟唱跟说相关的 叫做Recant Recant 那怎么去唱呢 这回是Back 往回唱 唱反调 就是取消撤回 唱反调 就是取消撤回 那我们来造个句子说 The torture cannot make the man Recant The torture cannot make the man Recant 怎么去翻译呢 琪琪同学 不要生气啊 咱们可以再听听路过 是不是这个困难呢 并不会让这个男人 怎样的屈服 对吗 你看这里是不是翻译成屈服 或者是收回 他曾经付出的努力啊 什么什么的 是比较 让他这个句子 可以make sense 说得通的 放弃 然后give 这件事情是不会让男人 收回他曾经的努力的 收回他曾经的这个意志力的 对不对 不会让他屈服的 嗯 很好 那么这点是Recant 唱反调 取回 取消收回 都会用哪些同一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以下四个都是他的同一词 第一个Recall Call表示的是 是不是跟说相关呢 OK 那就是把曾经说过的话 怎么能收回来 那么如果你手机 已经调上英文版本的话 你会看到这样的说法 叫做 You record a message You record a message 你撤回了一条信息 对不对 嗯哼 对 在王毅云上可以搜到 王毅云上 嗯 好 那么这表示往回喊 往回收 把收的话给他喊回来 表示取消撤回 那么再往下 Revoke 这件是大家学过吗 这之前跟给大家讲 这件什么Revoke 没错 回忆也是 Recall Recall the memory 对不对 所以这件是两个意思 一个是你回忆起来 一个是把那东西 取消撤回回来 哎 没错 这个Voke啊 不管写上是VOK 还是VOC 它其实都懂得 我们的Voice 是跟声音相关的 对吧 还是跟喊 跟说相关 所以说啊 他还是说 把之前说过的话 怎么样呢 给他喊回来啊 Revoke 取消撤消 再往下 Withdraw 对不对 With表示back 向回拉 向回拉 还是取消撤回的意思 比如说取钱 叫做withdraw money OK 最后一个 Retract Tract 表示拉的意思 这个词根 比如说你看 我们说Distract 表示分散注意力 Distract my attention 是不是要四面八方去拉 扯动你的这个注意力 对吗 那Retract 就是向回去拉 还表示撤回的意思 撤回取消收回 OK 这几点 大家要记住了吧 再说一遍 recall往回喊 撤销取消 Revoke 还是把说的话 往回喊 取消撤销 Withdraw 向回拉 取消撤销 Retract 向回拉 取消撤销 没错 撤军也用的是 Withdraw 这点字 撤军叫做 Withdraw troops Withdraw troops 也是往回拉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把军队从某个地方 给他拉回来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咯 那么下面呢 这个单子叫Facetious Facetious 表示的是 灰蜘好笑的 吸皮笑脸的 爱开玩笑的 你看这单子 是不是Face 你就可以记着 中文的成语 叫做吸皮笑脸 喜欢跟你吸皮笑脸的 就是那些 灰蜘幽默的 爱开玩笑的 Facetious 那么再过去就说 Stop being facetious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不要跟我吸皮笑脸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严肃的话题 严肃的世界 对吗 Stop being facetious 那么通过Face 这个词根呢 我们再来讲几个同根词 第一个单子叫Facet Facet 表示的是小平面 大家看 Face它就有面的意思 对吗 脸就是面 那么ET告诉老师 这个后缀什么意思 ET这个后缀 没错 它表示的是小 small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的 Cigard 是雪茄 Secret 就是小雪茄香烟 再比如说 Statute 是雕像 Statute 就是我们的小雕像 消消了吧 没错 就是那几个单子 那么Face指的是面 那AET呢 又是小面 对不对 小平面 封面的意思 叫做Facet 那么再往下这单词 叫做D-Face D-Face 这里的第一大K级 就是not 我不要面子的吗 对不对 我不要面子的吗 不要脸 不要脸 损坏表面 丢面子 损坏表面 丢面子 D-Face 我们再往这句子说 It is illegal to deface banknotes It is illegal to deface banknotes 应该小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淘气 就喜欢在那个人蜜上 毛眼脸上 画来画去的 然后折来折去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对不对 你不要损坏 我们纸币的表面 D-Face banknotes OK 好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还是跟Face相关 叫E-Face E-Face 那么来看 这单词E 是表示out 你看同学们 女同学卸妆 是一个什么的过程呢 是不是就是 拿着你的这个卸妆 湿巾 然后呢 擦去 抹去 一层层卸去 对吗 往外去擦这个脸 所以说他表示 是擦去抹去 要卸妆大法好 OK 那我们造句子说 He could not E-Face the impression from his mind He could not E-Face the impression from his mind 怎么去发音呢 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 把这个印象 从他脑子当中 去擦去 就是一个印象 它是根深蒂固的 Can not E-Face something from their mind 不能从大脑当中去 除去 擦去抹去 这样的印象 对 叫做难以磨灭的印象 翻译的特别好 好 那最后一单词叫 Face the Face the 同学来看 它还是面 它指的是那个建筑物 就是我们的那个 Architecture 或是Building的那个正面 用的是Face the 这是一个建筑系的单词 那同学来看 这单词一看 就不是上个英文单词 对吗 这个地方 它是法语当中 软粘符 软粘符 这个S后面 会加一个小片 它是从法语当中 借来的一个单词 那么这个现象 在这个语言当中 叫Borrowing Borrowing 借来的单词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来拓展一下 一些好玩的小知识 就是来给大家说一下 英文当中的那些 伯来词 同学们来看 伯来词 伯来词 它是不是就是 Borrowing 这单词 它的一个中文的谐音 伯来 Borrowing 对吧 它就是借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英文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 它最根本的是德语 而日耳曼语系 那么中间也会涉及到 很多拉丁语系的 这样的影响 比如说 法语 意大利语 西语 都会对英语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整个欧洲大陆 就是一个亲戚 大家能知道吧 欧洲大陆本来就是 非常大 庞大的这样一个 亲戚的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说老师 给大家来讲讲 就是英语当中 一些伯来词 首先咱们看一下 意大利语 意大利对整个世界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咖啡 那么现在呢 老师教大家几个单词 掌握它们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国外 去点星巴克呀 或者喝什么 Costa呀 对吧 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 咖啡里的单词呢 多跟意大利语相关 比如说 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星巴克当中 不同的碑形 用英语都怎么去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这个星巴克当中的 这个中碑 中碑它叫做 高这点起 那么大碑呢 比它稍微大眼 这个Science呢 叫做Grande 它这个意大利语 Grande 那超大碑呢 叫做Venti 那么特大碑呢 就装那种特大碑 冷饮的 叫Trenta 这个碑一般在中国 是见不到的 很少见 那么Shore的这个碑呢 一般来说也见得比较少 它装的是热饮的 小碑小碑 就Short 一般来说 大家去点的话 就这三个碑形 Tor 中碑 大碑Grande 超大碑Venti 对吗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Cupsize 碑形 那么再说到 一个具体的咖啡呢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 Expresso 同意们什么咖啡啊 Expresso 哎没错 它不是雀巢 它是意识浓缩 同学们来看 它就是所有咖啡的基础 意识浓缩 一般来说呢 不是15毫升 就是30毫升 我有这个意大利的朋友 就是每天 他要不喝咖啡 他能勾带着那种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咖啡就是这个 他们生命当中 至关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 可缺少的东西 Expresso 意识浓缩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咖啡 相对于说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现在老师 往里面加点牛奶 它就变成了Lati Lati 什么意思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拿铁 比如大家可能 喜欢喝一些什么 香草拿铁呀 蒸馆拿铁呀 红茶拿铁 对不对 它的基本都是 Expresso 意识浓缩 加一些Milk 牛奶 就变成了我的Lati 拿铁 好 再往下呢 Americano Americano 这是韩国人最喜欢喝的 就是如果大家去韩国旅行 你会发现一条街上 如果开了10家店 有8家店都是 这个Café 都是咖啡店 对吗 那么韩国人最喜欢喝的就是 Americano 叫做美式咖啡 长得不像American这种词 其实就是 Expresso 对水 特别的苦 还特别的淡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喝这种口味 就是意识浓缩 对水 就变成了 Americano 美式咖啡 好 再往下 叫做Mocha Mocha 没错 听发音就知道 Mocha Mocha就是里面 要有这个Milk 还要有这个Chocolate 我们的巧克力 再加上意识浓缩 基本上就构成了 Mocha咖啡 Mocha 好了 那我刚才看到有人说 老师我喜欢卡布奇诺 Captrino 那么Captrino Captrino 你来听一下 是不是也是卡布奇诺 这样的一个中式 直接翻过来 这样的说法 卡布奇诺 就上面会在拉花的那种 拉那个叶子呀 或拉一个星星呢 就能做拉花的那种 上面会有Foam 泡沫这种 就是我们的Captrino 对 泡沫 那么再往下呢 这就是我最喜欢喝的一种 刚才我看到有人说 他也喜欢喝 就是我去西马克碧点的 叫做Frapp Chino Frapp Chino 他就是我们的 没有人也知道 他就是我们的星巴 Sorry 他就是我们的星宾乐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喝星宾乐 是不是 最起码的英文说法 你要知道就怎么说呀 Frapp来说一下 这次是个合成词 Chino跟后面Captrino 是一样的 这个Frapp 其实是一种 Milkshake 是奶昔 奶昔 奶昔 然后跟咖啡那种结合 比如说我最喜欢喝的 叫做摩卡金鸣乐 叫做Milkshake Frapp Chino Milkshake Frapp Chino 摩卡金鸣乐 那么它就是 这种像那种 瑶瑟乐的奶昔 跟咖啡那种结合体 那一般来说 我上面不会要这个 我不喜欢吃这个 那个Ace Cream 那种Foam 那个奶油 我就一般就会要 这个巧克力碎 就是根据你的口味 去喜好去调整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Caramel Mercado Caramel Mercado 大家听发音 这是一种超级甜的咖啡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 焦糖 没错 很多很多焦糖 里面就是我们的 焦糖马其多 焦糖马其多 里面有很多焦糖 就越喝到下面 那个糖 成底之后就越甜 中国人喜欢喝哪种 那我就不太知道了 就根据大家口味呗 有的人可能喜欢喝的 这种Expresso 就是那种浓烈的日巴 然后淡淡的 那么像我就喜欢喝这种 比较甜一点 然后有那种冰的 有巧克力的这种 对吧 不可能大家会喝摩卡 或者是Frappuccino 就不一定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从意大利语当中进来的 这是你看发电 很多都是跟咖啡 咖啡相关的 那么接下来 咱们来聊聊法语 法语当中进来的词呢 它多是跟什么相关呢 就是浪漫的东西相关 比如说烹饪 饮食 约会 等等等等 就是法语当中的 这样的一些 柏来词比较多 比如说第一单词 Fiancy 哎没错 它表示是我们的未婚妻 你看 这个呢 在法语当中 它是一个开阴府 开阴府 Fiancy OK 我们的未婚妻 相关下 Hondé vous 啊 sorry 这是法语 我今天可以跟你约会吗 J'ai rendezvous avec moi J'ai rendezvous avec moi 跟我有一个约会 那么 有语当中就是 I want to have a rendezvous with you 我想跟你有个约会 嗯 好 那么再往下呢 这件词 cliché 这应该是一个四级 非常高频的考点词 cliché 哎没错 它表示的是 陈词烂调 陈词烂调 好 等于我们的stereotype 对不对 等于我们的stereotype 好再往下 I'm true 这件词有大家认识吗 entree 哎 大家觉得它很像 那个入口那个单子 enter 对吗 但是不对 哎 冯淇淇总觉得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但是呢 你猜到了 开头没有猜到结尾 它不是前菜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进入到吃饭 这个过程当中 enter 对不对 enter 就应该跟菜相关 它也跟前菜 不 它不是前菜 它是主菜 当于minkers 它是主菜的意思 这个一定要去分开 minkers 煮菜 entree 好 再往下 chef chef 这也是个法语词汇 它不是主菜 它是给你做主菜的主厨 对不对 大厨厨师 chef chef 主厨 chef chef 厨师的意思 好 再往下 guzin guzin 发言是guzin 因为是guzin 哎没错 它表示的是 加油烹饪过料理的意思 比如说 Chinese guzin 叫做中式料理 比如说 我说Japanese guzin 就是日料 大家能理解吗 它是表示料理 烹饪的意思 最后一个 café 哎 没错啊 它表示的是咖啡馆的意思 同意们能理解吗 它等于那个咖啡馆 对 那么 咖啡叫coffee 这词在法语当中 café 它确实表示咖啡的意思 但是在英文当中 它表示咖啡馆的意思 cafee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老师给大家拓展了 这些英文当中的一些博来语 但是呢 在英文当中 它们使用频率又很高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 以及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希望大家看到 下次看到的时候 可以把它识别出来 讲几天老师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啊 哪个是注音符号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是它的一个开音符 它在法语当中 加上这个 它发的是a的意思 café 它读是a的意思 它决定的是单词的发音 英文这个 这个是什么 叫rendezvous rendezvous 它就是一个法语的发音符 它读成a 然后呢 这个读成woo v rendezvous 好 刚才news单词大家掌握了吧 没有问题啊 好了 那咱们再来一组 这个找相同的游戏啊 请高教师 跟我们所谓的单词 scorch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ignite b pergative c sear de-gullible 好 没有问题啊 大家选的是3c 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啊 scorch 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的是烤焦 炙热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scorching 作为一个形容词的话 它表的是灼热的 怎么去记得呢 scorching scorching 烧烤吃 烧烤吃 对不对 烧烤烤烤 我们那边要把烤焦scorch 烧烤 烧烤 是枯萎 那么若别人喜欢这次scorching 就是灼热的 非常炎热的意思 比如说scorching scent 灼热的太阳 scorching heat 这种灼热的热浪 是不是 然后scorching critique 就变成一个比较抽散的用法 就是 给我 给到的批评怎么样 上我脸上发烫的 那种非常严厉的批评 对不对 那种炙热严厉的批评 叫做scorching critique 好 那现在呢 老师再给大家教一个 非常典型的这种 对立式的表达 叫做scorching heat and freezing cold 如果翻译成中文 你想一想 咱们可以把它翻译得 非常的稳逆 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夏天的风 哇 好像确实有这种 灼热的感觉 是吗 冰火两重天 这翻译的其实挺好的 水热火热 差不多就是 酷暑跟严寒 同学们 它就是酷暑跟严寒 一个非常文艺的说法 scorching heat 叫做酷暑 freezing cold 叫做严寒 比如你学习的时候 就不为这种 严寒跟酷暑 艰难跟困苦 对不对 scorching heat and freezing cold 好 那么动词 scorch scorch 表达是 烧焦跟酷伪的意思 我们就倒个句子说 the meat is likely to scorch if you leave it cooking too long 如果说这个肉 你看要是放在这个炉子上 时间太长 这个烘焙的话 是不是就会烧焦了 对吗 就会烤焦 烧烤吃烤焦 同一词有谁呢 第一词 singe singe 它想是阳光 太阳去烧烤的话 它不可能是把这个东西烧焦 那不是火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微微的烤焦 微微的烧焦 那么造个句子说 the onions too hot you will sink the rest 如果说这个 加热的这个 运动 它太烫的话 怎么样呢 你就会烤焦你的衣服 比如说之前咱们那时候 运动 就是块铁 是吧 然后你要是烤的时间太长的话 它就会留一个那种 黄色的印记 就烧焦了 微微的烤焦 s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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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下面这个单级呢 它表现也是跟枯萎相关的干枯相关 叫做parch parch 怕湿 你看怕湿没有水 没有水分就是枯萎 parch 是枯萎 那么什么叫做parched lips parched lips 比如说冬天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空气当中 一些北方缺乏水分 咱们这个嘴唇呢 咱们的lip 就会干燥 对不对 就是那种干燥的嘴唇 嗯 干燥的嘴唇 干裂的嘴唇 非常好 好 那么这个parch 如果再加了mnt之后呢 parchment 它指就是羊皮纸 大家看一下 那个羊皮纸啊 是否随着年代 然后呢时间的风干 它就抽抽巴巴的 是那种感觉就干枯的 没有水分的羊皮纸 干燥的羊皮纸 那么之前的同学们 咱们的这个certificate 毕业证书都是印在羊皮纸上的 是不是感觉那个魔法学院 哈里伯特 它们那个证书啊 什么的 奖状啊 都是那种羊皮纸状的 所以说parchment 还有表示毕业证书的意思 OK parch 怕湿 怕湿没有水分 就是食干枯 好 像往下呢 我们来看啊 古代很酷 对不对 对 如果现在如果要是 学校不给你办那种纸质的 毕业证书 而是一个羊皮纸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瞬间含金量就高了 对吧 好 再下一个是sear sear 那么还可以想烧 烧耳朵 动词是sear 然后形容词是sear 发音是一样的 只会拼写烧肉 一些改变 sear sear 烧焦烧烤 大家比如说 你看刚刚说 你上那个沙滩上 去玩的时候 你可能全身都涂了 这个防晒霜 但是就是放涂了耳朵 但是耳朵后面 有很敏感 一晒就烧焦 一晒就枯萎 对吗 sear sear 烧耳朵 烧焦枯萎 来造句子说 I distinctly felt that the heart started to sear my throat sorry the heat started to sear my throat 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热 这样的一个灼烧感 是不是已经在 使我的喉咙 非常的难过了 sear my throat 比如老师上课 上时间长 对吧 就会感觉到这种 喉咙的灼烧感 sear 所以说要喝一口水 压压惊 好 同学们看上了吗 sear my throat 好 那么这时我们表示 烧烤的单词 灼热的单词 scorch 烧烤 去 singe sand 太阳 微微灼烧 part 怕是没有水分 是干枯 sear share share 灼烧 酷 好 没有问题 要再往下 下一个单词叫 ignite ignite 同样表示点燃的意思 表示点燃 也是跟烧相关的 那么这点怎么去记忆呢 一根蜡烛燃了 一个night 我们叫做goodnight 会使用到这个单词 对不对 goodnight goodnight ignite 一根蜡烛燃烧了一夜 所以说ignite 表示点燃 我们再往句子说 his words ignited their anger 他的话语 瞬间点燃了 他们的愤怒 所以说你看这个点燃 他不仅仅指这个 蜡烛啊 火柴的点燃 他更指的是 抽象意义上的点燃 他的语言 在帮他点燃了他们的愤怒 激起了他们的愤怒 ignite 没错 情绪上的愤怒 好 同一次有谁呢 同学们来看 kindle kindle就是咱们的阅读器啊 咱们的这个电子书啊 那为什么他有点燃的意思呢 大家可以这样就几 kindle的interest of reading kindle的interest of reading 是不是燃烧起你阅读的兴趣 对吗 所以说我现在不看只是书了 我重点来看一下我们电子书 每天用kindle去读两本书 kindle kindle点燃 点燃你阅读的 这样的一个热情 点燃你阅读的 这样的一个兴趣 对 好了 那么除了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点燃亦燃的 这样的一个单词 叫做combustle combustle 这单词来看 中间这个burst 是不是像burst 燃烧 怎么燃烧呢 一起燃烧 一起燃烧 很容易找出来 对不对 表示的是 形容字亦燃的 名词亦燃物 combustle 一起燃烧 证明他们非常容易点燃 对吗 形容字亦燃的 名词亦燃物 好 那现在呢 老师把它变成一个抽象名词 加上tln 结尾上一个抽象名词 后缀 就是名词燃烧 combustion combustion 好了 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spontaneous combustion spontaneous combustion 没错 我们说spontaneous 它表示的是 那个自发的 比如说 I'm a spontaneous girl 我就是一个 这种非常real 耿直的自发的 做什么事情 都是由心而发的 这样的人 对吗 自发的燃烧 简直自燃 自发的燃烧 简直自燃 spontaneous combustion OK 没问题 下一单词 Inflammable Inflammable 这单词来看 In表加强 flame 是不是之前讲的 表的是这个火焰的意思 加强有火焰 加强燃烧 表示一个形容词 毅然的 A-B-L-E 形容词后缀 OK 毅然的 Inflammable 那么通过这单词呢 咱们再讲 你的词还是flame 叫做 flamboyant 火焰男孩 大家看 这应该是一个 日本的爱豆 火焰男孩 穿的像火焰一样 花里胡哨的 所以说他表的是 华丽的 过于艳丽的 过于华丽的 艳丽的 过于华丽的 火焰男孩 穿的花里胡哨的男生 flamboyant Inflammable 加强燃烧 毅然的 Combustion 一起燃烧 燃烧 好 没问题吧 那么这次 跟我们所说的 这个燃烧 相关的单词 老师也讲完了 再往下 这单词叫 Pergative 表示的是 净化的 通电的卸药 那么这单词 此根呢 大家看 Perg 其实它演出的 就是Pure 纯净的单词 你看 Pergative 是不是就是让你的肚子变得纯净起来 净化你的肚子 净化你的肠子 让你可以达到通便的效果 名词就是让你通便的东西 减成卸药 好 我们来上个句子说 He was given a Pergative before the operation 他在手术之前 是不是给他的一剂卸药 他都知道 如果要是你要是 这个手术之前 你要是不吃点卸药 把你的肚子排干净的话 人家医生要是一刀切开 是不是切到 该看的过来看的 是不是很辣眼睛 对不对啊 所以说大家一般在手术之前 都会去吃这个 Pergative 让你肠子可以变得 Pure 纯净的东西 对不对 净化你肠道的通便的血药 这非常有画面感 东西们 没错 开赛路就是咱们最常见的 Pergative 血不血药 好 那么这个单词呢 从Pure 演变得最简的那个动词 就是使它变得干净 Purify FOA结尾的这个动词 表达是使什么 什么东西怎么样 使它变得干净 净化 Purify 那么什么叫做 Air Purifier Air Purifier 叫了Air之后呢 变成了一个 这个具象的名词 变成了一个物体 没错 叫做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 Air Purifier 那么什么叫做 Purified Water Purified Water 没错 就是净化过的水 叫做纯净水 净化过的水 叫做纯净水 好 没有问题 下一个是 Expurgate Expurgate 你看 怎么净化呢 向外去净化 把有的没的 全都给它扔到外面去 所以说它表示是删除 对不对 删除你前男友的 先女友 先删除你 先女友的前男友 联系方式 就把这个东西 怎么样呢 向外去净化 让它走出我的这个圈子 删除掉 好了 那么这点词 同一听话词句 就是我们的Delete Delete 没错 向外去净化 删除这个人 Delete Expurgate 好 再往下的这些词叫做Purge Purge 同样表示净化 它就等于这个Purify 净化 Purge 那么老师呢 通过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故事呢 教大家去巧劲一下 以GE 这样一个G 结尾的这些词 首先我们一起跟着这个Rose 跟着这个Jack 跟上我们的泰坦尼克号 首先Rose 插好Purge Rose 插好Purge 这里呢 这个Purge 在法语当中指的是红色Red的意思 然后你看红色的口红 所以说在英文当中 它有这个口红跟三红的意思 但是用的频率比较少 它是一个比较文艺的用法 这个比较书面文艺的用法 Rose 擦好Purge 乘坐上了Burge 你看同样这点子Burge 酒吧 那我们都知道在那种非常豪华的游艇之上 是不是都像那种酒吧 或者喝酒的地方 所以说 有喝酒地方的游艇 叫做Burge Burge 有Burge Burge 游艇非常Large 游艇算是大 对吗 开始是Forge Forge指的是前行 为什么呢 因为Forge这个前缀 所以它有这个Forge 向前的意思 所以Forge指的是前行 稳度前行 后面海浪Surge Surge比较上升的意思 胸扭 海浪上升 胸扭而起 故障没有Purge 你看Purge 是不是比较清除的意思 让它变得纯净 Purge比较清除 相当下 游艇撞上Gurge The Verge 我们刚刚学过了 Verge Edge Fringe 就是边缘的意思 那么Gurge指的是山峡 山峡的边缘 怎么样呢 最终被海水Merge Merge 表示Sink 沉入海底 对吧 最终 这游艇太太尼克号呢 可能沉入了冰冷的海底 好 所以说呢 咱们再把这个单词 再把这个单词 给它重新的 利用这个口诀 给它顺一遍 Rose 擦好Purge 乘坐上了Burge 游艇非常Lurge 很大 开始就是Forge Forge向前 后来海龙Surge 向上汹涌而起 故障没有Purge Purify清除 这个游艇撞上Gurge 山峡的Verge 边缘 Verge Edge Fringe 都边缘的意思 最终被海水Merge Sink Into the sea 沉入到海底 OK 好了 这次单词教大家瞧记了 这个以GE结尾的 一系列单词 好 跟上了吧 是吗 这个我记住 我就是 我人生上的第一堂 第一堂在线直播课 就收到了这种评论 Gurge Gurge 没错 Titanic确实有巨大的意思 对吧 老是跟你讲过 Titanic确实有个号 当时建造这个船的时候呢 就想的是建造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游艇 所以说Titanic 本身就有巨大的意思 同意思 比如说Gigantic Argentian Closal 对吧 大家想想了吗 都表示的是巨大的 好 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继续往下 那么下面的这一单 叫Purgatory Purgatory 表示名字炼狱 大家都看过那个 但丁的神曲吗 但丁神曲当中 对那18层地域 是什么 那这个炼狱是什么构成的 就是用来净化你灵魂的 对吗 Pure 有Soul 净化你灵魂的地方 就是炼狱 叫做Purgatory Purgatory 那么反应词 把它变得纯净 那反应词是什么 就是把它弄糊 让它模糊掉 反应词第一个 Blur Blur 那么这一单词同学们 就必须要借助到 咱们的这个 美图秀秀了 同学们 这个之前 老是给大家见过吗 老是之前讲过 这个美图秀秀这个梗吗 没有 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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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了 把手机调成英文版本 你会发现很多的惊喜 比如说 这个在美图秀秀当中呢 就会有很多这种 你学过的英文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Blur 这单词 Blur 它就是让你背景虚化了 这样一个方式 这样一个功能 对不对 比如说后面 有一些我不想看的东西 我把它虚化掉 聚焦在我自己的身上 这个动作 Blur Blur 背景虚化 再比如说 你看看同学们 通过美图秀秀 可以学到很多单词 什么叫sticker sticker单词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stick 它有贴的意思 对吗 那么er什么意思 把它变成一个具象的名词 没错 它表示的是贴纸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 这个大家截屏的时候 会截到很多公公老师 那种丑照 是吧 然后有良心的同学 对吧 内心会痛的同学 在为了给老师 贴个猪啊 贴个狗啊 贴个猫啊 贴个兔子之类的 是不是 就给我遮着丑 叫sticker 贴上去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粘贴 就是贴纸 理解吧 然后再比如说 你看 这一单词 smooth smooth 把老师的丑照 做成贴纸 这个神逻辑 其实没谁 没错 它就是让你的皮肤 变得非常光滑 磨皮这样的功能 磨皮 对磨皮叫smooth 再往下 你看sleam 什么叫sleam 女同学都喜欢识吧 瘦脸瘦身 你看 这一单词 后面leam 它有些就是line 人字 现 所以说这个人 瘦了根条线 是线条线条 苗条的 sleam 觉得是苗条的 对吧 你瘦脸 瘦身 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往下 什么叫做acny acny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粉刺 为什么是粉刺的意思呢 同学们 英文当中的 其实上手字母 很多都是象形文字 它可以体现这单词的含义的 你看a 高高涌起的山峰的形态 就是突起的状态 对吗 你看 突起 你 你长了一脸粉刺 粉刺就是那种突起的小豆豆 你长了一脸粉刺 叫做acny 那我怎么样呢 有个单词叫acny acny什么意思呢 哎 没错 这单词表示是巅峰的意思 顶峰的意思 你看 是不是还是a 表示的是高高山峰的意思 我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我走成了人生的巅峰 对吗 我 巅峰 你 本次 a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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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filter 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表示过滤的意思 那么作为名字呢 filter表示就是我们说滤镜 对不对 比如说这张图片 这个后面背景 这个颜色有点 啊 你能弄下一个滤镜 就得让它变得明亮一些 叫filter 好 再往下最后一个单词 mosaic mosaic 哎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马赛克 我们说哎 这个地方打个马 是不是 见不得人的地方打个马 mosaic 那么这单词 老实会在 待会儿的单词当中 会讲到的用法 现在不着急 先留个印象 马赛克mosaic 好 这我们说blur这单词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预见它的用法 那再往下这单词 blear blear 不怎么样的clear 不干净就模糊 不干净模糊 比如说你看照相的时候 哎呀这镜头怎么不干净的 模糊了 对不对 就可能上面会有脏东西 不干净就模糊 不clear 那么它的名字 它的形容词呢 blear 模糊的 动词blear 形容词blear 加y之后变成一个形容词 好 这个单词 没有问题吗 东西吗 主要记得是perg 这个词根哈 它表示pure 是纯净的印象 好 那再往下呢 这个单词叫做 gallible gallible 表示的是轻信 轻信 那么这单词 我相信根哥一定跟你们对过他的cant 对吧 根哥跟你们的cant就是gallibility 咱们的cant就是enchanted 这件词 它是不是很模型 叫做 哎没错 gallibility呀 傻了巴拉几 对吧 gallibility呀 傻了巴拉几 说这人傻了巴几的 别人说啥东西 比如说最近 双十一的时候 对吧 很多骗子给我打电话 但还好我其实是吧 就没有轻信他们 没有被告 没有被欺骗 gallibility 傻了巴几的 别人说什么东西 所以说名字表示轻信 那形容词呢 gallible 比较就是轻信的 作为动词go 这就是欺骗 欺骗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这个海鸥的意思 那咕咕咕 咕咕叫的是海鸥 咕咕叫的是海鸥 go 好 那么下个词叫做 lau la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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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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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 你就可以安心的 安静的入眠了 所以说 lau 指的是入眠安静的意思 入眠安静 我们造个句子说 this is just a lau before the storm this is just a lau before the storm 这就是暴风雨 来临之前的那一丢丢的安静 对吧 比如说别人要发皮疗之前 可能就是那种非常安静 对吧 你就觉得大事无妙 他要生气了 这就是lau 安静 安静 lau 对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安静 好 下一个词叫做 mao mao 他表示沉思 你看 m又是mu 人家喊什么mu呢 听我家人这么说吧 mu就是木论 木论 你别看我现在喊木论 但其实我在思考 木论就是在思考 mao 木论就是在思考 表示沉思的意思 我们造个句子说 Let me amow this over 对不对 怎么 Let me mow this over this for a while 我这应该打错了 不对不对 我这应该打错了 没有后面这个 this 我觉得怪怪的 Let me mow this over for a while 让我 怎么样呢 先沉思一下下 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Let me mow this over for a while 沉思一下 好 然后呢 对 想一下为什么 没错 那么来看一下 表示沉思的同一词的 有谁呢 第一词 ponder 上个时候学过了 我要仔细思考一下 最近我是怎么ponder ponder ponder 我要想一想 我最近是怎么ponder ponder 高句子 he wanted to think about it to ponder over it to decide whether it was the best 我要思考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你看思考者 这都是 思考一下 明天穿什么衣服 因为裸着嘛 思考一下 ponder over something 大家看一下 w的这次是over 在什么之上去思考 在什么什么之上去思考 ponder over something 对 没有错 那么下一根写叫做 contemplate contemplate 表示也是思考 凝世 凝世的一些 那么这次来看 中间的tempo 是寺庙 大家一起去寺庙 怎样能思考 你想想 寺庙是不是那种 可以让你静心来 思考东西的地方 你不可能上寺庙去吃饭去吧 你也不可能上寺庙去打牌去吧 对吧 那个寺庙呢 安静了一种氛围 佛学的氛围 就让你去思考 contemplate contemplate 一起到寺庙去思考 沉思 没错 伊修哥 好 那我们早就去说 all day he did nothing but contemplate 一天他什么都没做 就在那沉思呢 放空自己 对不对 沉思 凝世 思考 contemplate 好 那在下一个端子呢 叫做amuse amuse 同样表示沉思思考 叫做漫无目的的瞎想 就是那种放空了 是不是 上课比如听天空 或者讲课 然后开始muse了 有没有这样同学 muse about some other things 想一些有了没的 那我来说一下哈 对没错 这个单子呢 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神话 当中的muse女神 我们家说 哦你就是我的muse女神 muse女神 其实不是一个 同学们 她是九个 她是这个 我们宙思的女儿哈 就是 她们是文艺女神 就是你可以这样 简单的聪明的理解 就是在天空当中 主管这个 文艺活动的 就是文体委员 就是一有这个天庭 比如一排演什么 重大的春节联合晚会啊 他们就是那个导演呢 或者是一些组织人员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叫muse muse女神 那么muse女神 主管文艺 就是你发现 由她名字构成的单子呢 多跟文艺相关 比如说同学说到了music 音乐对吗 还比如说咱们的museum 你看 是不是muse 你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是不是会凝视啊 原来五千年前 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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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跟这个艺术相关的 还比如说 刚才咱们建的另单词 mosaic 其实它的词根 同样来与muse 一单词 马赛克 它也是一个艺术领域的 这样一个专用名词 对不对 OK 所以说 大家可以记一下 muse表示 陈词凝视 I like to muse about what I will do when I grew up 我就名词一下 陈词一下 我长大之后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将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呢 对不对 OK 再梳理一下 这几个单词 gallible gallibility shallibility 就是轻信 别人说话 轻信 lao lalala 听着lala 你就可以怎么样了 入睡了 安静的进入梦乡 mo 木论 木论就是在思考 木论就是在陈词 ponder 我是怎么看的呢 仔细思考一下 contemplate 在寺庙当中一起去 怎么样的凝视 陈词 muse muse女神 主管文艺 对不对 还是那种museum当中 去思考 陈词 影响 以前想muse about 我到底上清华而北大呢 后来想想 想多了 是不是 好 那么在下面 进来看 有这个 ULL结尾的一些单词 下一个叫 now now 前面有no就无效 no 不行 对不对 no就是无效 前面有no就无效 我们家里有个东西叫 now and avoid now and avoid 就无效的意思 好 造句子说 this contract is now and avoid 这个合同 它就是无效的 没有任何用处的 invalid 无效的 this contract is now and avoid this valid sorry this track is invalid 无效的 好 那么下一个呢 how 这个单词 是不是特别像 这个house 房子 那么对于一些 非常大的船来说 比如那种游艇 它其实就是像 这个房子一样的功能 对吧 里面可以吃喝拉撒 干什么都行 像house的是船体 像house的就是我的how ok 最后一个cow 大家想的是cut 切这个单词 切掉 切切切切 切猪 就是屠宰的 对吗 然后精选 大家想想 是不是也是切掉一些 不太好的 这种边缘化的东西 剩下的就是你精挑细选出来的 ok cow 切掉屠宰和精选 砍掉屠宰和精选 好 对 void 本身就是无效空虚的意思 跟now无效 不能一起 还是无效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把这个 又给他放到这个 口诀里面 咱们DJ drop the beat 咱们来顺记一下 咕咕叫的是海鸥 咕咕叫 啦啦啦 要睡觉 no 木论 木论就是在思考 no 前面是no就无效 no 像house的h u house的how 传体 砍掉屠宰和精选 cut cow 同学们跟上了吗 就是可以通过house 去这个how 因为你想比如说 太阳0和how 那种传体 对不对 它里面真的像家一样 就是你想吃和拉萨 都可以在这个how传体 当中去完成 通过house 去联想去这个how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些文字 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第一个文字 ignite ignite 说蜡热 一根蜡烛 燃烧一整夜 一根蜡烛 燃烧一整夜 没错 它表示的是点燃的意思 燃烧点燃 第二个字 scorch 烧烤 食 scorch 烧烤 食 没错 它表示的是烧焦干枯 烧焦干枯 在下面 la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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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lao怎么样呢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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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你睡觉 对不对 入睡安静 入睡安静 第四个,gallible,gallibility,gallible,叫做轻信的,容易被骗是不是就是轻信他人的话呀,对不对,它表示的是轻信的,形容词轻信的,第五单词,muse,在museum里面去muse,没错,它表示沉思,沉思,第六单词blur,大家想想美图秀会里面, 那blur,干嘛的呢,blur,模糊,对吧,虚化,模糊,blur,下面purge,大家想是pure,pu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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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进化,对不对,进化,好,第八单词,flamboyant,flamboyant,火焰男孩,穿得像火焰一样的,花里胡烧,表示的是艳丽的艳俗的,艳丽的艳俗的,flamboyant,第九单词,purch,怕湿, 怕湿就没水分,没水分就是,是干燥,是干枯,对不对,purch,purch,好,第十单词,contemplate,contemplate,一起在寺庙当中去,沉思思考,没错啊,一起在寺庙当中沉思考, 好,没有问题啊,这达掌握不错,然后接下来继续往下,我们来看下一组单词,来一组连连看啊,来,所给单词,ABCD连一下下面的图片,第一单词,sports,sports, 好,连的是第二张图片啊,马上要图了,不行了,连王子,马上就要sports了,第二单词,deviant,deviant,你怕不是个变态吧,对不对,你看啊,这领像变态呢,连的是四号图片, 好,第三个,spout,spout,SP开头都跟喷发相关,对吗,喷发,连的是一,我们的小鲸鱼,第四个,mushroom,好,连的是像蘑菇一样快速的上升增长,好,没有问题啊,咱们来看一下这组单词,首先这个单词,sports,表示的是稀疏稀少,那么这单词的词根来自于什么呢,来自我的spears, 啊,来自我的sports,来自我的sports,表示的是分散散开,那么这单词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spread,或者是大家可以理解成这个scattered,都可以,你看ispe开头单词是不是都跟这个发散相关,spread,spread,分散,发散,所以说你看,当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分散开的时候,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稀疏稀少,这东西要分散开之后就变得稀疏稀少, 那么好了,通过这个spread,这个词根,我们来学习几个单词,首先,disperse,这里的dis表示是叫四面八方apart,向四面八方去怎么用呢,去spread,去分散,去散发,所以说它表示是分散三步的意思,spears,咱们到句子说,the crowd spearsed quickly,给大家翻译一下,the crowd spearsed quickly. 哎,没错,就人群的快速的驱散开了,人群快速的驱散开来,spears,它多语的是人群的驱散,人群的驱散,disperse,disperse,那再往下,asperse,asperse,a放在这个动词词根的前边, 那表示加强的含义啊,就是加强去扩散,加强去赞播你的坏话,传你的坏话,那么asperse,asperse这单词表示的是诽谤,加强去传播你的坏话,诽谤,看港片是不是经常说,我干我一诽谤呢,对不对,加强传播坏话,asperse,再往下这单词,叫做entersperse,entersperse,那我们都知道enter表示是between在什么什么中间,在中间去分散, 大家看一下,这个撒盐哥,大家有印象吗,撒盐哥,就是很魔性的那个表情包,对不对,他干嘛呢,撒盐,在我的这个食物上撒盐,就是起到一个点缀跟中点装饰的作用,intersperse,在中间取散,就是转,这个点缀跟装饰的意思,比如说那些米其林,米其林餐厅的大厨,是不是就是非常随意的,就是在玩事,结束这个烹饪的时候,撒一把什么东西, 就在点缀装饰这个餐盘,对吧,叫做entersperse,中间去散,好,那么这个sperse表示的是稀疏的,比如说威廉王子马上就变成秃头的辣哥,是吧,那反应词是什么呢,反应词叫做dance,比如说你看,赵英俊的头发,这种爆炸蘑菇头,是吧,据说来,这是在天上的头发,没有经过任何的烫染,是吧,就非常的浓密啊,浓密叫做dance,浓密叫做dance,我当时怎么记这单词呢, 当年我是这么记得,我就觉得这个d,这个大的肚子里面,可以装好多好的东西,d的这个大肚子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它就是浓密的,dance,大家可以这样就记住, 好,那我们来造个句子,造个短语,什么叫做这个,dancely populated,dancely populated,这是个非常固定的表达, 哎,没错,它表示人口稠密啊,人口稠密,那么你同意吗,通过相同的构词方式,你告诉老师,人口稀疏怎么说,人口稀疏怎么说, 没错,叫做sparsely populated,sparsely populated,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固定的英文当中的表达,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那么这单词呢,当然也可以指,比如说农物啊,农烟啊,叫做dancemilk,dancefog,农烟,dancemilk,农物,dancefog, 对,加了ly之后呢,就从形容词变成了副词,你看是不是是形容词来修饰我异地的形式, 啊,sorry,是不是副词,ly基本的副词来修饰我异地的形式,对吧, 好,没有问题啊,接下来咱们来看下面这个spars的同意词的有谁呢, 首先那个是scanty,下面scant,在下面scars,这几个单词,如果说你非要找功能特点的话呢, 它们都会跟这个scar,刀疤,这个单词,意思非常相近,刀疤是吧,scar, 那你看我们说人在江湖飘呀,哪有歪刀啊,当别人砍你一刀之后, 这个地方愈合之后就会留个刀疤,对吧,为什么会留个刀疤呢, 因为你会缺了一块肉,缺了一块肉,表示的是缺乏的不足的, scanty,啊,scanty,scars, 中间,大家休息吗,之前我问过,好像大家都是统一反馈不休息, 是不是大家都是不休息,图书快,对,果然要快清了是吗, 那休息不就是更讲完了吗,可以不休,对吧,上次我问过大家, 还好,我说要不要休息,大家说不休,好,不休息啊,对,咱们坚持, 就马上就还有一会儿,对吧,坚持坚持,马上下课了, scanty,scanty,scanty,刀疤,只要产生刀疤,就是因为这块怎么样了, 少了一块肉,少了一块肉,好了,什么叫做scanty knowledge, scanty knowledge, 没错,就是知识匮乏,对吧,当你知道这个东西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知识越匮乏,就是那种白点,这个黑点原理啊, 当你就是景点照案的时候,你就会,哎,我好丰富啊, 我知道东西好多,但是当你知道东西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这种知识非常的缺乏, 会把scanty knowledge,OK,好了,那么看,在这个句子当中, 就会有不样的意思了,crops are very scanty this year, crops are very scanty this year, 没错,叫做今年收成不好,今年的庄稼是缺乏的, 今年欠收了scanty,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 又是不样的意思了,the rainfall was rather scanty this month, 在热带语言当中,你看,这个阅词中呢, 降水量是匮乏的,是缺乏的不足的scanty, 那所以说这个点子,它的这个使用范围非常的广阔啊, 使用范围非常的广,那么缺掉Y之后scant, 同样表示也是缺乏的,匮乏的,一个意思, 最后skers,你看,还是缺乏的,匮乏的, 比如说skers,resources,skers,resources, 同学同学,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如果要是能遇到根格这种,skers,resources, 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能理解吧, 非常匮乏的这种资源,又高又帅又有钱, 又多金又有财,是不是啊, 它就属于这种skers,resources, 匮乏的,稀缺的资源, 好, 还幽默是吧, 好,下一个单子呢,叫做deviant, deviant表示的是不正常的, 异常的, 我家个什么油啊, 我也要成为这种稀缺资源,是吗, 好, 根格的这个感情问题, 一直是世界未知之谜, 好, 下一代叫deviant, 叫deviant表示的是不正常的, 异常的, 那么这代字, 大家重点记得词根是我们的VIA, 来,高老师, VIA这个词根什么意思啊, 这个学了吧, 这个学了吧, 学了, 我就记得, 我应该讲说的单词都是, 确认过大家学过, 我才会给大家复习的, 没有, 没写, 没讲呢, 到底学没学呀, 你没写, 肯定没有, 那可能就是, 那这点词留下一个讲吧, 那留下一个讲吧, 先不讲, 留下根格给大家讲, 行吧, 要不然又学了新单词, 我怕有同学觉得大脑不够用, 你们能接受得了, 我就讲, 接受不了我就不讲, 讲吧, 就说到这儿了是吧, 然后等下回就给根格惊喜, 就是他一讲说, 我的学生怎么这么棒, 我们全会了是吧, 好了, 那这单词来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 这个地方, VIA, 它表示是为道路的意思, 就是道路的意思, 那你看, INT表现是一个人的后缀, 第一呢, 它表示是away, 远离, 远离正常道路的人, 重新想一想, 我们就是飞鼠流, 不走寻常路的人, 就是那些变态的人, 不正常的人, OK, 重点就是这个词根, VIA表示为道路, 远离正常道路的人, DEVIANT, 就是那些变态, 不正常的, 异常的人, 那么同一款词呢, 就是ABNORMAL, ABNORMAL, 你看, NORMAL是不正常, AV表示NOT否定, 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变态, 就是异常的, 能理解吧, 嗯, 好, 那么它的名词哪有DEVIATION, 天文几位抽象名词, 表示偏差, 比如说做实验那个偏差呀, 数学那个偏差呀, 对不对, 那么, 从什么什么地方产生偏差呢, 是DEVIATION FROM SOMETHING, 弄个造句子, 说, A MINERAL ERROR OR DEVIATION, MAY RESULT IN WIDE DIVERGENCE, 一个小小的诗物, 跟偏差呢, 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 它变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理语呢, 好, 失之好理, 谬之千里, 失之好理, 谬之千里, 没错, 造成巨大的不同的分歧, 嗯, OK, 记住了吗, 不走寻常路的人, 远离正常道路的人, 就是异常的变态的,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哈, 这个VIA表示道路, 同样VOY也是表示道路的一个词根, 但能看出怎么来的吗, 你看哈, 我们说相近辅音, V跟W是一个变形, A跟U, sorry, A跟O, A,L,U, 原因之间随便换, Y没有变, 所以说VOY它引出的就是Way这个单词, 对, 原因互换, 好, 那么你看, KUNVOY, 是不是就是一起上路, 师徒四人, 白龙马, 天朝夕, 领着汤三脏, 喝他三徒弟, 对吧, 你看一起上路, 怎么样呢, 报驾护航, 护送唐僧七天取经, 叫做KUNVOY, 叫做KUNVOY, 你说的传达叫KUNVOY, 两个单词, 传达那单叫KUNVOY, 这叫区分开, 这个单词一起上路, 叫护航, 报驾护航, 好, 再往下, 同一词有谁呢, SKURT, SKURT, 这单词大家能看出来吗, 这个KURT, 其实有的是KURT, 核心这一单词, 核心, 然后呢, EX, 是不是比较外部, 核心外部四个大宝标, 你看, 我们说大宝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大宝在中间走, 旁边的四个大宝标, 东南西北各在一个, 所以说, ESKURT表示的也是护航的意思, 护航, 再往下这一单词, OBVIT, OBVIT, 还是道路, 怎么道路呢, OB, 比较否定, 大家可以这样就记住, 不要走这条路, 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大家知道保言路吗, 对不对啊, 不要走这条路, OB, OBVIT, 避免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OBVIT, 它表示的是AVOID, 避免防止, 对, O不要走也可以, O不要走这条路, OB, OB, 朋友们可以看了吗, 这几个单词, 它是新单词, 所以老师稍微, 再给大家就过一下, 再过一下, 再说一遍哈, VIAVOY表示都是WAY的意思, DE表示远离, 偏离, AWAY, AWAY的WAY, 就不走这条路的人, 不走寻上路, 变态不正常的, Divation, 不差, KUNVAY一起上路, 保驾护航, 师徒四人, 对吧, 一起想七仙取星, 保驾护航, Escort, 在中心之外的四个大保镖, 也是护航的意思, 再往下, OB, OB, 不要走这条路, 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对吧, 我们知名的保研路, 好, 没有问题呢, 继续往下咯, 下一个言词, Trivial, 这件词应该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对吗, Trivial, 我们说中间还是路, 怎么路呢, 三条路, 三条路, 我们说三岔路口, 七大姑姑妈一下班, 在三岔路口谈论的都是那些不重要的小事, 对吧, 三岔路口闲聊的都是那些不重要的小事, 所以说, 我们说Trivial Detail, 指的就是细枝末节, 细枝末节, 琐碎, 没错, 名词叫做Trivial, Trivial, 琐碎, 琐事, 好, 这是我们这一单词, 然后呢, 再讲一个单词叫Spout, Spout, 表示是喷射喷出, 那么后面告诉老师, SP开头单词都跟什么相关啊, SP开头单词都跟什么相关, 没错, 它都跟Spread, 发散喷发相关, 对吗, 所以说, 它这单词本身就喷射喷出的意思, 来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The Spout of a Teapot, A Spot of a Teapot, 茶壶能够让它喷出的那个就是茶嘴, 不是花洒, Teapot是不是茶壶的意思, 对吗, 那个Spot在这里是名字的意思, 代表那个茶壶让它喷出的那个, 嘴啊, 叫茶嘴, 就是整个连接这个鱼块是茶嘴的意思, The Spout of a Teapot, 茶壶的嘴, 茶嘴, 那喷射而出的地方, OK, 好, 下一个词, Spurt, Spurt, 还是喷出, 叫喷出, 喷血, 对不对, 叫Spurt Blood, 喷火, Spurt, Spurt, 啊, SP开头都跟喷相关, 喷出, Spurt, 同一词有谁呢, 嗯, 同一词, Exude, 大家看一下这点怎么去记啊, 意义是不是向外呀, 然后呢, 这个虚, 虚虚, 大家知道虚虚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哎, 向外虚虚, 你虚虚不能说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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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 这是缓慢的流出, Exude, Exude, 哎, 我就不知道大家打这个问号什么意思, 真的不理解啊, 还是逗老师呢, 每次就是你们打问号, 我不知道是真不理解, 还是故意就是逗我呢, 假的骗我的是吧, 真的是, 我们来看, 你看, 向外虚虚, 缓慢流出, 好记不, Exude, Self-Confidence, Exude, Self-Confidence, 是不是啊, 打问号里面都拿弄学了, 是不是啊, 哎, 真的是, Self-Confidence, 自信, 你看, 我们说那种自信, 不是说你, 告诉你我非常自信, 是那种慢慢的, 缓慢流出的, 慢慢展现出的自信, Exude, Self-Confidence,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Gush, Gush, 它表示也是喷出迸发, 怎么去记忆呢, Gush-Gas, Gush-Gas, 喷气, 天然气, 对吧, 所以说你看, Gush-Water, 喷水, Gush-Fair, 喷火, 也是那种非常猛烈的, 喷发这样的单词, 猛烈喷发, 好了, 咱们再看一下, SP开头单词, 都是跟发射喷发相关的, 好, 一些单词, 我们来看, 第一个单词, Spra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prat, 这个R, 它就像那个, 就是, 就是生长生长发芽那种感觉, 对吗, 喷出了一个小牙牙, 所以说, Sprat, 表示的是发芽的意思, Sprat, 加了一个R, R里面子搭向的是那个字母的形态, 像一个喷发出来的那种小内芽的感觉, Sprat, 发芽, 对, 小牙牙, 小牙牙, 好, 那么, 没错, 等于那个Germinate, 好, 下个单词, Sprat, 大家看, 这单词, 哎呀, Sprat, Sprat, 你看那个单词是不是就感觉带动你去想一个动作, 它指的是蔓延, 蔓延, 比如说, 瘫在沙发上, He's brought out in the sofa, 他瘫软在沙发上, 就整个人蔓延在沙发上, Sprat, 对, 格优堂, 大字堂, Sp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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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是不是, 蔓延, 蔓延, 好, 再下一个, Split, Split, Sprat, 还是 separate, 分裂, 对吗, 这样你感觉, 喷发的感觉, 喷发是什么样的呢, little into pieces, 一块一块的小碎片, 所以说Split, 表示是分裂, 分开的意思, Split, Spread into little pieces, Split, 分裂, 分开, 比如说, 分手咋说呀, 分手, 哎, 没错, 分手就是Split, I split up, I split up with my boyfriend, 我跟我男朋友怎么能分手了, 对吧, 它同样子就是Break up, 同一天后就是Break up, Split up, Split up into pieces, 就是裂成, 碎成一块一块的小块, 碎成裂成一块一块的小块, 嗯, 好, 这个Split, 同学们啊, 这单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 特别好的技法, 你可以就通过这个, 这个发音的感觉, 你就联想老师今天给你放的这张葛油糖的图片, 跟老师做一个动作, 就一说到这段字, 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今天这一幕, 就相当于是你既成功了, Split, 你看, 现在要那个Split, 这种感觉啊, 就是瘫软, 蔓延在沙发之上, 蔓延, 你看这个动作是慢慢展开蔓延的动作, 对吧, 好, 再往下, 下面呢, 这叫Mushin, Mushin, 比较的是蘑菇爆发货的意思, 同在看, 为什么爆发货的意思呢, 那么爆发货是一夜之间, 感觉拆二代, 很多很多钱到手了, 所以说它有这个迅速增长的意思, 我们中文有一个短语, 有一个成语叫做如雨后春笋一般, 对吧, 但是呢, 在国外不是笋, 它是蘑菇, 蘑菇也是在一夜之间可以迅速蜂长长一个植物, 不是植物, 应该是真菌, 真菌, 所以说豆子表迅速增长, 什么叫做Needle Mushroom, Needle Mushroom, 就是我们说的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没错, 金针菇,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吃这个火锅,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Needle Mushroom的, 金针菇的, 对吧, 没错, 那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菌味, 好, 三方下呢, 这就是老师所说的这个蘑菇松茸汤配面包, 这就是在吃西餐的时候非常著名的一道前菜, 非常著名的一道前菜, Mushroom, 蘑菇, 松茸叫做Truffle, Truffle, 然后呢, 汤, Soup, With bread, 那么说到这儿呢, 给大家讲, 简单讲一下哈, 这个吃西餐, 你需要去吃的这样的三道士, 尤其是一些非常地道的西餐, 比如说前菜, 前菜, Appetizer, 我们知道这个胃口叫做Appetite, 那么在法语当中呢, 会有一个就是祝你好好吃饭的这样, 祝你有个好胃口的, 这一说法叫, Mobonabidi, bonabidi, 那么其实用的就是Appetizer这一点词, 让你开胃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前菜, 比如说会吃一些酸酸甜甜的salard, 或者是喝一杯浓汤是吧, 一碗汤再加一些面包, 有的时候的前菜我上了一筐面包, 对吧, 我就特别实在, 最开始吃的时候就把面包全吃了, 发现吃不进去煮菜了, 那个贵的牛排什么的全都吃不进去了, 很亏啊, 所以说通通的前菜就稍稍垫一下, 开个胃就可以了, 不要猛吃, 不然呢, 吃亏是不是, 后面的菜特别贵的吃不进去了, 好, 看着就饱, 对不对, 空谷老师课非常的下饭, 非常的下饭, 好, 再往下, 除了这个appetizer, 祝你个好胃口以外呢, 还可以说stutter开始这道菜, 也是前菜, stutter appetizer, 那么进入主菜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一单字是不是刚刚学过的, entree, entree, 主菜, 法语界的单字, 还有呢, 就是mean course, 主要的这道菜, mean course, 也表示主菜, 好, 再往下, dessert, 就是最后一道的甜品, 有的时候, 吃都不行不行了, 对吧, 但是呢, 甜品仍然可以吃进去, 然后你会说, 哎呀, 我甜品的这个胃还可以吃, 但其实一个胃, 就是你想找点借口, 是吧, 再吃一个小布丁啊, 小蛋糕之类的, 小冰淇淋的甜品, 这三道事呢, 就是在吃西餐的时候, 都会遵循到的, 特别搞笑, 就是我当时去那个, 非洲嘛, 然后非洲, 它就是受这个殖民文化, 影响出的深远, 它吃饭的时候, 可讲究, 前菜, 主菜甜品, 当时呢, 我就上一个, 就是特别特别贵, 那道菜大概吃了我呢, 有100多块钱吧, 但是当地的那种, 黑人开那种餐厅, 非常的简陋, 它也是有这个前菜, 主菜跟甜品的, 但是呢, 就相当于是只有样式, 没有实际内容, 就是特别的, 那面貌都是馊了的, 酸了的, 那个汤你根本没法喝, 然后那个肉吧, 就是感觉都不像是肉的, 感觉吃完就拉肚子不敢吃, 甜品也是一个, 一个干燥的巧克力面包, 但是呢, 三道市, 驾驶不能少, 样式不能少, 必须非常全的给我上上来, 真的是受罪去了, 特别贵, 让我来保持, 但是如果要是去到非常地道的那种西餐厅, 还是吃得非常好, 那么进入到主菜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主菜, minkers, entry, 你会吃到什么呢, 吃什么不会错呢, 同学们, 吃牛排, 牛排是一定不会犯错的, 或者吃什么呢, 吃鱼也行, 吃鸡也行, 鱼跟鸡都行, 牛排大家看一下, 这三类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牛排, 第一个, 菲利牛排, 听过吧, 它也是法语当时接来的词, 它叫菲利牛排, 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的juicy, 很多汁, 然后呢, 肉比较紧实, 比较瘦, 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形状, 就是我们的菲利牛排, 除了菲利牛排里外,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西冷牛排, 或者叫沙冷牛排, 叫做sluen steak, sluen steak, 你听翻译一下, sluen, sluen, 西冷西冷, sluen steak, 沙冷牛排, 西冷牛排, 这个牛排形状是稍微长一点的, 稍微长一点的, 然后呢, 如果说老师我想尝尝这个, 也想尝尝这个怎么办呢, 你就点个大的, 点一个t bone steak, t骨牛排, t骨牛排呢, 就是中间有一个t骨, 中间有个t骨, 然后呢, 这半部分是我的, 菲利, 这半部分是我的沙冷, 连在一块就是一个大块的t骨牛排, 一般来说, t骨牛排的价格呢, 就是菲利牛排跟西冷牛排的两倍, ok, t bone steak, t bone steak, 对, 它们在牛肉身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最后一道菜呢, 就是我们的甜品, 比如说可以吃一个布丁啊, 或者是一个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mousse, 或者是一个这个, 呃, 这个冰淇淋啊, Burner那种, white chocolate ice cream, 白巧克力冰淇淋什么的都可以, 作为一个甜品,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西餐的三道士,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 回过头来, 来说这个mushroom, 作为名词它只是蘑菇, 作为这个豆子的话呢, 它有这个迅速增长的意思, 如雨后春笋一般, 迅速爆炸性的增长, New housing development, mushroomed on the ash of town, 是不是说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 在这个城镇边缘, 迅速的得到一个迅猛的发展, 快速的增长, mushroom, OK,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有些哪些同一词呢, 比如说rocket, 你看哦, 火箭, 火箭迅速增长, 还有呢, multiply, 这单词其实作为加减乘除的, 这样一个运算法则的话呢, 它应该是成法的意思, 对吗, 你看成法成法, multi这个前置, 就是many many很多很多, 像成法一样倍速增长, 所以说multi这个东西, 真的是快速增长, 同理sower, 大家听发音, sower要上去了, 那么sower, sower要上去了, 也有快速增长的意思, 那么观察一下和这四个单词, 中间的两个单词, mushroom跟rocket, 其实大家最早学的都是它名字的意思, 对吗, 火箭跟蘑菇,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英文当中有很多这种, 名词用作动词的这样的, 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名词用作动词, 就会让这个动词变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大家有种感觉吗, 对不对, 就会让这个动词变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比如说老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你看, 在咱们的英语当中, 很多这种动物类的名词, 做动词用法, 比如说dog, 狗, 狗怎么样呢, 有什么样特征呢, 随你尾随你, 造个句子, whenever I go, my little brother docks me, 不管我走到哪, 我的小弟弟都如影随形跟着我, 他就像我的shadow影子一样, 对不对, 如影随形, docks me, 没错, 雌性的活用, 雌性的活用, 好, 下来下, 你看, 这个monkey, 猴子, 猴子是不是就非常喜欢捣乱呢, 喜欢乱搞, 对吗, 你看, the monkey with my television, 不要就给我换台, 比如说你想看天气闻联播, 然后你小弟弟想看这个, 大耳朵吐, 想要回来狼,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monkey这个词来形容它, don't monkey with my television, 再往下, 有个wolf, 狼, 狼会怎么样呢, 有个成语叫狼吞虎咽, 那么这个英文的表达叫做wolf dog, wolf dog, 狼吞虎咽, 还原宝吧, wolf dog, 狼吞虎咽, 像狼一样, 怎么能向下去吞东西, 吃东西, 再往下, Ave, Parrot, 不管是大猩猩, 还是我们的小鹦鹉, 是不是都是鹦鹉学蛇, 然后现在是模拟人做一些动作, 所以它这个模仿的意思, 比如说同一题换子有谁呢, 咱们的mimic, stimulate, imited, 都是parot, 这几个单子的同一题换, 好, 没错, 狐狸, 我们说有个这个形容器叫foxy, foxy, 是不是有首歌叫foxy啊, 还叫fox, 我忘了, 它表就是狡猾的意思, 嗯, 狡猾像狐狸一样狡猾, 那fox作为动词的话呢, 表现是欺骗迷惑的意思, 你看, 是不是就感觉是骗你上钩, 虽然狡猾, fox, 欺骗迷惑, deceive, 好, 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 身体的某些部位呢, 其实也可以名字用作动词, 比如说back, 那么作为身体的这个部位来讲话, 就名字代表是后背的意思, 对吗, 那么作为动词, we will back you plan, I will back you, 我就会占你, 我会怎么样的支持你, 所以说作为动词, 其实它就像那些support, support的用法, 那么大家知道备胎怎么说吗, 那说备胎怎么说呢, 对, 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备胎, 这就是我最喜欢跟学生说的说话, 我永远是大家最坚实的备胎, 没错, 备胎叫做backup, 你是不是成为过, 或让别人成为过, 就是backup备胎呢, 对不对, 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 实在不行, 也可以备胎转正的, 对不对, backup, 好, 再往下, lip表示的是唇, 最唇的意思, 你看, 这个句子有很生东西的sound, he lipped his daughter subtly, 他轻轻的用嘴唇怎么样的, 亲吻了他的女儿, 所以说他在这里相当于kiss, kiss就是lip,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lip, 要比这个kiss更加的传神吗, 就更加的有画面感, 对不对, 用嘴唇去亲吻, 再往下这单词, stomach, stomach, 我们就说胃痛叫stomach kick, 所以说他表示人生, 我们将有个短语叫做, 宰相肚里能撑船, 就是说他怎么样呢, 可以包容很多很多事情, 这个海纳百川, 对吗, 所以说他表示beer容忍的意思, 宰相肚里能撑船, 能容忍很多很多事情, how can you stomach the menace, 你是怎么样容忍这种, 来自男人的威胁跟恐吓呢, ok, how can you stomach the menace, 来自男人的威胁跟恐吓, 对, 好, 再往下I, 你看I表示眼睛, 用眼睛去看对吗, she eyed me up and down, 他上上下下地去打电话, 比如说你在校园里, 看到了你前男友的现女友, 或者你现女友的前男友的时候, 你就会up him up and down, 上下打电话, 就你啊, 就这样嘛, 有没有比我强多少嘛, 是不是啊, up and down, 上下打电话, 是不是啊, 那些跪迹, 一进去之后先看看你, 穿了什么衣服, 背了什么包, 上下打电话你一番, 好, 那么, 这几个单词呢, 咱们下个个继续讲吧, 那咱们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它的这个测试一下, 看大家长得怎么样, 好, 第一个词, sprout, sprout, 喷射出一个小牙牙, 喷射一个小牙牙, 表示的是发牙, 第二个词, outbeat, 不要走这条路, 保言路, 保言路, 不要走这条路, 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避免的意思, 好, 第三个词, 肯不为, 肯不为, 一起上路, 师徒四人, 对不对, 一起上路, 护送唐僧, 西天取经, 表示的是护航, 然后护航, 第三个词, mush, 蘑菇爆发护急增, 蘑菇爆发护急增, 好, 第五个词, 这词没讲, 我才不说了, 第四词是split, split, spread into little pieces, separate into little pieces, 没错, 它表示的是, 裂开分裂, split up, 跟某人分手, 决裂, 第七个词, asperse, asperse, 加强去传播你的坏话, 加强去传播你的坏话, 没错, 表示的是动词诽谋, 第八词, deviant, deviant, 不走寻常路, 远离正确道路的人, 非主流的就是, 变态, 对, 没错, 异常的变态, 第九个词, 向外吁吁, exude, 向外吁吁, 缓慢流出, 缓慢流出, 第十词, wolf down, wolf down, 像狼一样去往下吞咽东西, 没错, 动词端语, 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讲了所有的这个单词跟内容了,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打卡词, 同学们对哪个单词印象比较深刻呢, 啊, 对对对, 今天还用想别的词呢, 咱们的can't, 我们的行话, 我们的黑话, enchanted, 这单词什么意思来着,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没错, 像中了魔法一般的着迷的, 像中了魔法一般的着迷的, 你一段情迷了, 好, 嗯, 神魂天脑也可以, 行, 啊, 那么今天啊, 今天咱们这个稍微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那重点就是来帮大家去复习一下上一节的讲的一些单词, 以及拓展一些跟英文当中相关的一些文化的小知识,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要自己积极努力的按时复习, 好了, 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呢, 嗯, 香港就是现在很多大学已经停课了, 这个事态比较严重了, 对, 很多大学已经停课了, 好, 那咱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了, 然后下一节课同一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咯, 同学们晚安, good night, 拜拜,